财经台 晚安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李星云 我是居宁带 好今天可以关系到 在指数座部分开高之后 维系在高档 今天台北股市跟其他的亚洲股市 比起来台北股市可以说是一支独秀 涨得特别的多 那邱老师后续行情怎么来看待呢 下个星期可不可以依旧的再接再厉 好五月我们要玩大的 我有讲过了 讲清楚了 这个上个两天前 就这个礼拜的时候 都已经跟大家提到 五月份要玩大的 然后呢 错过了这里 会是你今年很大的遗憾 甚至是最大的遗憾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看好五月份呢 待会我们从 我说我们台股新攻略 是为了掌握全世界 你知道美国股市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同志们 哪有那个创历史新高 我们说那是空头 不就是说话啦 那个创新高的股票 你也不能说它是空头啊 只有心理的压力 但是它会创新高的话 以美国股市这种指数 要下来必须要做头 做头啊 做头想就要三四个月啦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会创新高 刚好在重要的时间点 好 那么 一样啊 我们跟大家讲像 在五月份啊 我们就会觉得说 什么股票 我目前看来 越看越高兴 我跟你讲 IC设计跟生计是悄悄版的嘛 那这样两个一起来了 还得了 是不是 两个都一起来了 你看啊 麻烦一下 看看联发科 2454的联发科 今天一早就涨停 今天一早就涨停 发科要直接跳功涨停 你多久没有看到这种股票啊 拜托一下 你多久没有看到这种股票啊 这种股票直接涨停的 你眼睛这个罩子要放亮一点的 这个是难得的好多头啊 再来看看联发科 这个啊 发科的这个直接 MCP的供应链就是3006 我们上星期说我们 387块的GR 今天GR也是387块而已啊 3176 麻烦也是3176 上个人卖在这里嘛 把他转到 转到 转到这3006 那GR今天算没有动嘛 3006多涨48 3006再一下看一下日K线 上个礼拜要连拉几支了 今天再创新高 我跟你讲喔 IC设计啊 大行情喔 大行情喔 注意喔 我跟你说那支 8299的群联给我们看一下 8297的群联 你都没有动 你看 你看这个让日K线 这边整理啊 打混多久 去年EPS还是强力大增的 这些股票我跟你讲 整个会在联发科带动起来 F普瑞4966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好 那么我说过 再来看一档股票 那个 1337的 1337的 这跌停码 跌停工长庭啊 好 你看这个跌停码 看日K线一下好了 他日K线 看一下日K线 你看跌停 他是 空投主级的标的 然后呢 外资那个 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隔什么那个的 那个念起来很难念 也很难听 那个 那一家外资说 他这个是 专门空投外资的 好 那么外资把这档股票 我们看盘中线好了 他涨停板 盘中线好了 他把这种股票说 他看为空投 那这个 这个 这个证交所 这交易所 去开始 调查他的财报 那最新的 调查 已经出炉了 你说 这个这个 金管会比较倾向于 相信公司派的 那些财报的分析 而不相信这个 外资的 你往盘中 这个消息一出来 你看 再生 直接有跌停板 拉到掌停板 证交所 看了那些财报之后 比较倾向于 相信公司派 所以啊 多少东西 多少那个突婴啊 无所不用其極 也不要是说 他们要嘎的 娃娃叫的 才会 烂招式都出来了 那啥意思 烂招式都出来了 听懂没有 好好的多头 为了放空自己要嘎到 那些烂招式就出来了 之前也用一招 对台积电 对啊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说 大家照着放亮一点 这五月行情大好 我跟你说 IC设计 生技股 这个IC设计 再加上一个低人的 华雅科 这些等个带动 会带动整个 这个五月份 六月份 五不穷 六不穴 这些中小型股 会再飙一波 那F F开头的被F再生 再荡一荡 来看我们跟大家 一直跟大家讲 你看F再生 F帽连都涨 F掏地 近几年F金利都被错杀了 我最看好是3665的F帽连 我跟你讲 五月份 这个在中国大陆 TESLA会有很大的动作 很大动作 注意那个中间 4月23号 165 那个重要的关卡 那个过的话 就打不抵 因为那个关卡有量 有量的 我们把那个底下的字先拿掉 让他看一下量 有量啊 那是有量的 那十字线是有量的 那礼拜一再小涨一下 过那个十字线 那个165的话 他就变成一个量小过关卡 WT完成形成 再看看三天前 他有一个跳空缺口 如果是空方的话呢 或者涨不上来 要整理他 他今天就要去回补那个缺口 早上一刹地 整个拉上来 他就没有把握机会 再跟大家讲 一档错杀的 3653的建策 你看那个 Microsoft 还在五年的高点 这个股票啊 你看拉回到重要关卡 有没有看到 打到那个点 有打到那个重要的均线 好我再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 黃色这条线 季线的位置 我跟大家讲 他今年第一季赚0.79 算0.8好了 差一分0.8 去年同一时间是0.03 到这边你有听到吗 去年同一时间是0.03 有没有 那这一次的第一季啊 是0.8 你看他成长多少 会不会有错杀的疑虑 租一下 租一下 那么关于这个指数的部分 麻烦要心理一下 好先来看指数了 指数最后是上涨了75点 收在了8867点 现而再成交量能的部分 则是969亿元 好其实今天上涨的过程当中 很多之前受到委屈的个别股 今天都标起来咯 下个星期到底行情会如何看待 广告之后继续等一看 马上回来 看你安穿啥 稍微听 国安稍往音乐 安啊 王兴杰老师亲自传授的波段转折交战秘籍 破盘体验班来了 您进出股市总是多空不明措施转折点追高杀低吗 学会一生好功夫就能领先市场早知道 洽询专线 0277251377 77251377 女人在当妈妈那一刻开始伟大 愿意无条件的付出 愿意一辈子的呵护 谢谢妈妈 母爱如钻横酒 买白蓝石眼窝 送Tiffany钻石 拼现金财神保镖专案 论员投顾林何彦总顾问使命必达 您没有时间再慢慢验证了 一对一贴身规划 短天期专案服务 资金集中拼效益 第二季大抢现金 02 23219933 23219933 Samsung Galaxy S5 启动我的新生活 HDR逆光拍照之王挑战逆光大作战 欢迎来电PK 台湾大格大迎接四居新世代 Samsung Galaxy S5 5 990 起 欢迎光临买凤 建筑の業界にこれは素晴らしい建筑だ この15万坪の美しい公園の土地に 当社が日本のチームを率き 面芯技術を率先して導入します 用暴食万品台湾历史博物館 捉返世界民建十四鏡頭 我将篡造台南新地標 五彩冬季06 396 0222 歡迎回來今天看到台北股市 真的是表現蠻好的 大家都在想 後續還有哪些多方標頂呢 好 下禮拜一 我們要把一些 美國股市業快要創新高了 搞不好今天晚上就創新高了 因為這個稻窮大概差大概100點 還不到左右就要創新高了 大概100點左右 100幾點啊 100幾點就創新高了 所以如果要創新高的話 這個就一直呼應我跟大家講 那什麼叫奢侈品指數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禮拜一就很重要 還有同志朋友 我們禮拜一 這個禮拜一的早上 八點到九點 這個八點向前衝 跟蘇贤的 那注意一下我們有一些 這個美國股市這一段時間漲什麼 我今一百沒有要去演講 今一百禮拜天 我要去那個凱盜 要去凱盜 這個因為我要支持一下警察 因為我感觸很深 那麼因為我們公司 剛好在那個立法院那附近 青島東那邊 事實上我們這兩個月 事實上比較不平靜 那我沒有什麼藍綠之分 也沒有什麼 這個言論是自由的 可是我真的很謝謝那些警察 讓我們這個至少我們上班出入 都還能夠靠他們幫幫忙這樣 讓我們每天都可以 讓邱老師上節目 對啊 所以啊 這個 因為我又發現說 最近警察說報退休潮 甚至有離職 還有警察 因公殉職 我覺得應該去以下 所以我這禮拜沒有演講 要去開刀 我沒有給你宣傳 我沒有給你宣傳 你跟你說我沒有要去演講 那禮拜一 禮拜一的八點到九點 八點到九點 注意了 禮拜天沒有演講 我們家大道小小都要出去 好 那麼來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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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股市的格局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好 那麼你看 道瓊是一六五五八 道瓊的歷史高點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一六六六三 所以還有一百多點 一萬六千多點的 這個道瓊 差一百多點的話呢 這個 這個是 滿那個的 滿接近的 那一百多點是沒有什麼 一萬六千多 一萬六千五百多點 一百點是很少的 那兩三 兩趴 這個幾趴就過關了 那你要注意 那麼這個 來看一下 那麼這個 它已經接近了 那麼 廢半 標普啊 一八八三 標普的高點 如果沒有記錯 是一八九七 所以也是差十幾點 所以禮拜一的這個 早上的八點向前 我們對於美股 要比較精緻的 稍微分析一下 好 那麼法國股市 已經寫下新高了 你看看 我之前有跟你講過 我說接下來的法國股市 會比德股強 我講過了 果然法國股市 已經寫下新高了 再度寫下新高了 那德股再差個四百點 也是要歷史新高 叫一萬點 之前都沒有過的 人民幣持續大扁 我說過七月 六月份 七月份 六月份之後 七月份就要看這個 中國大陸的股市了 好 那麼黃金 已經不具避險效應了 你看看 你說烏克蘭 黃金一直在跌 所以沒有什麼好怕的 恐慌指數十三 越跌越多 越來越不恐慌 你看這個 還有公債殖利率 也沒什麼變化 這一個月都在二點六 到二點八之間 繞而已這幾個月 奢侈品指數 慢慢又攀上來了 它是創高拉回的 所以呢 根據資料統計 SMP500指數 這個奢侈品指數 如果是用來觀察 SMP500指數 如果資料統計的話 奢侈品指數如果創新高 三個月內 SMP500指數有機會再創新高 你看是不是很接近了 4月24號 這個創新高 所以道琼啊 SMP500指數 創新高 創新高就是多頭 沒有那種說法 說創新高是空頭的 這個這樣大的一個 一個指數的話 要下來 除非是金融崩暴 我可以跟大家講 2007年的10月10號 房地美 房利美事件 二房事件 當年的美國股市 歷史高年在10月10號 我們的國慶日 當天啊 二房事件暴跌之後 然後再幾年 那不可能變成V轉 再拉上來 反而再創新高 道琼這樣再創新高 到隔年啊 來到4月份 5月份 馬總統剛好那時候 比較倒楣遇到 金融風暴就止 整個崩下去就是那時候 那個再衍生出來 從房地美 房利美 再衍生出 雷曼兄弟的風暴 所以這裡核四體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的東西啊 都是領先市場上跟大家講的 還記得那個 禮拜一那個核四 那個問題嗎 停建問題嗎 我就跟大家講 你們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件事 這一次的歷史背景 是不一樣 十四年前的 核四停建 當時候的歷史背景是 是美國的網路泡沫暴跌的 第二個呢 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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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網路泡沫暴跌的 第二個重點呢 是這個 是全世界亞洲出現的金融風暴 你看韓國都差一點破產了 大家想一下 所以韓國很了不起 短短十幾年就 就恢復元氣了 是這個因素 所以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兩個 所以它的背景因素是空頭 你核四就會比較大的問題 而且時工背景也不一樣了 現在我們就算用太陽能都沒什麼關係 那個單價都比較便宜了嘛 這樣大家懂的意思吧 所以慢慢走出了學運的利空 核四的利空 核四的利空 所以五月份行情大好 背景是多頭的 我說一下 道長還差一百點左右 就要創歷史新高了 SNP再差個十來點 結果快要創歷史新高了 好 那麼最近英鎊很強 所以英國股市也特別強 英鎊最近很強 英鎊最近很強 好那麼英鎊是多方架構的 我們再來看看 生計指數也繼續漲 生計指數繼續漲 NBRMBTK繼續漲 NBRMBTK繼續漲 好 這是我們在這一塊 我們現在最主要看個股 個別股 個別股看一下 好 蘋果 591了差一點 快要600塊了 所以五月份蘋果佔很重要的角色地位 還有微軟也來到新高附近 所以要留意這個挫殺 我說這有點像挫殺的股票 要注意 那麼Price Line 這一兩天又大漲了 一千兩百二再突破了 又一塊又新高了 所以物聯網概念 看來有一點樣子又要出來 好 最主要講一個這個東西 好 來看一下 這個叫 MACK 今天有兩檔股票很特殊 一個MACK 這不是5.9 這百分之59 所以智勤今天有沒有 直接漲停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說 我們一套好的工具 你要知道全世界發生什麼事 像這個東西早上八點多就有了 八點多 對不起 八點多在我的 操盤工具的話 我們的投資朋友 我們的客戶用戶都看到了 原來MACK 直接漲百分之59 有沒有 百分之59 智勤 還有一檔股票今天也寫下新高 歷史新高的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激善河 有沒有看到今天趙賀直接漲停 也漲停了 當然他跌了一大段 那其他的股票像Tesla 注意喔 Tesla也是慢慢在轉強 Tesla也慢慢在轉強 注意Tesla 好我們再來看看 再來看看整個架構 再來看看整個架構 那麼 國際股市正在這個最高的 衝高的階段 那麼大陸股市最近 一開始再漲4G的概念 今天盤中的中國聯通大漲 這個整個都大漲4G這一塊 注意喔 所以4G這一塊也是 我們未來要留意的方向 那麼相關的概念股的話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提 我們先講一下指數這個位置 邱老師說國際股市現在在衝高 這台指期貨最後也在衝高 我們來看到請貨市場 最後一個修盤情形是如何呢 漲幅擴大到了0.98個百分點 最後收在了8841 而在電子期的部分漲最多了 這漲幅是接近了1.6個百分點 上漲了5大點 而在金融期的部分 則是上漲了7大點 最後漲幅是來到0.75個百分點 這是期貨市場最後的一個修盤情形了 好 台指期的衝高 是不是也跟國際股市有關 是不是國際股市就是因為狀況很好啊 所以台灣的一些投陣 也是樂觀以對呢 我想我就跟大家講 我們在講的是5月份 5月份是大行情 大行情 我認為是大行情 因為這個會讓你馬上感受到 五不窮六不絕 那麼5月份我們要玩大的 那錯過了這裡再講一遍 這個你就是錯過今年最大的一個漢市 不過你之前沒有接進來了 這一塊要趕快把握 因為以時間波轉成的話 國際股市也上來 通通你自己想一下 學運慢慢告一個段落了 那當然最近還有一些後續的 像核市這個 好像目前看來這個 所以我說我要去去凱道的 要停一下警察嘛 這個這個 他們也很辛苦啦 辛苦了兩三個月了 那麼慢慢的漸漸落幕之後 所以我們我們希望說 這個股市能夠在這樣 比較穩定的環境 剛好也是這一個機會 那麼悶很久的業內 你看看這什麼標準 你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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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聯發科 你看崩子就漲平板了 你看 我們跟大家講的 好那一樣啊 好戲當頭的話呢 第一個 我們要跟大家講 像這個 這個叫基亞 這個基亞 那我是出 我帶我的客戶是出的 不過我們操盤工具 還沒有要出啦 我這個我真的 因為我們要控制持股 操盤工具是在 在4月10號 4月9點50分 有沒有看到幾個 有沒有這是基亞 這個是基亞 我們看一下基亞 基亞 基亞 然後再往下你看這個 基亞這個點 這個點 基亞這個點 是不是4月10號 再看一下這裡有4月10號 4月10號 很明顯4月10號 有沒有 4月10號這個轉折點 然後這個告訴大家 多方進場 有沒有 多方進場 有沒有 你看很簡單 不用去判斷 怎麼買賣超級 都不賣 整個都把你包容在裡面 你看基亞 整個 這個位置 你自己看看這個價位 你自己看這個價位 是270 有沒有看到 稍微照近一點 270 第二個階段我們做的 270 到今天 387 又是100多塊 兩個輪迴啊 我說過 剛好 兩個輪迴是多少 剛好 160塊 兩個輪迴 有買有賣 有賣 有賣基亞 是不是 兩個輪迴啊 剛好 那我是啊 這是我們的操盤工具 雖然沒有賣點 是客戶他們 要賣不賣 就載一點異數 但是我們自己的這個 帶的這個 投資人士啊 是將它賣掉 387 賣掉 轉什麼 轉金豪科 我們來看一下金豪科 我把它找出來 3006金豪科 最近這個 金豪科也蠻強勢的 對啊 有沒有看到 把他轉進去嘛 今天的金豪科 今天的金豪科呢 再創新高 所以以收益效果 這樣我的收益效果 比較好啦 因為三個禮拜 在低檔買上一支嘛 對不對 那今天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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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387塊的雞孩在387嘛 啊這個 可是我們這個 已經又差一點掌停板了 又再創新高了 這個 因為我說 IC設計啊 真的來了 你看那個群聯啊 大家都要注意啊 都要注意啊 那生技股 我們只剩下一檔 我說過我也不騙大家 我們剩下一檔 志勤 我剩下一檔志勤 我剩下一檔志勤 我今天直接跳空掌停 因為我覺得 我本來預告這個 Merry Make 這個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 Merry Make 在美國股市當日漲 百分之五十九八 新要得到認證嘛 所以今天東行集團 全面發動嘛 那明天 禮拜一就要挑戰這裡 會不會整個再上去 現在我說 生技股 我自己的客戶 我們超盤工具的 這些投資人 他們還在爆 有些生技股都還在爆 因為還沒有賣點嘛 按照超盤工具做 還沒有賣點 那客戶 我們有客戶的一個操作模式 為了持股 因為我一向帶 跟客戶的操作 都維持在四檔左右的持股 一定是要有買有買 因為我要把它調到這個 所以IC 這個生技股 我們只剩這一檔而已嘛 剛好今天跳空漲停 我們是把這個GIA 部分的資金 開始調往什麼 就是上個禮拜跟大家講 不是上個禮拜 禮拜三 老師昨天休假 以為是禮拜天不是 就是這裡 有沒有 連續兩個 我拜三有跟大家說 我們轉進這個 因為當天我就跟大家講 GIA有沒有 我把這個GIA IC設計轉到 有沒有 資金 生技資金轉入IC設計 慢慢調嘛 像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資金就還在爆嘛 資金就還在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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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轉到這裡嘛 這個啊 這個啊 一樣三百 今天也是三百八七而已啊 然後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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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金考科 金考科 哦 創高 對 這個是我們個人的一個操作 沒有百分之一百的 但是啊 沒有百分之一百都沒有關係 我還是那一句話 行情大好 行情五月份是大好行情 我跟你講哦 搭配這個叫TPK TPK啊 還要再來一次哦 注意哦 我認為TPK還要再來一次哦 今天這麼大的利空 第一季不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今天還收高上來哦 這是前幾天我印的 我說TPK還沒完 還沒完哦 這一次還要再來一次哦 還要再來一次哦 一些中小型股搭配物聯網的 要注意這 所以今天這個這一兩天要長上來了哦 注意哦 這一兩天要長上來了哦 像這一類的 基本面很好的 之前錯殺的 錯殺最嚴重的是哪一檔 F再生嘛 是不是 錯殺啊 那是被人家主擊 也不算錯殺啦 另外我還是跟大家 我之前跟大家講這個 這個位置 這個叫F帽連 我們看一下這個位置 一百四十塊附近 都不要客氣 有沒有一百四十塊附近 我跟大家講五月份 TESLA在中國的 的市場上會很特殊 這個叫F帽連 我們看到這個這個這個 這一檔股票的名字 叫F帽連 F帽連 哦 那麼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 F帽連的關卡在這裡 注意關卡 看他怎麼過 這裡一個技術面的關卡 我們說他一定會過 或是一定不會過啦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這樣的分析 但是我們只能跟你講說 這一個底慢慢出來 這個一百六十塊 有一個很大量在這裡 如果禮拜一 崩潔上來 帶大量過 固然是好 沒有量過的話 更漂亮 叫做量小過關卡 整個底部出來了 而且最重要 他過關了 今天是重要關鍵點 如果這個漲不上去 他今天這個點 就要來 來回補這個缺口 結果他沒有 沒有 今天早上曾經殺回到平板一樣 又急拉上去 所以這一個位置 越來越看有這個樣子 這個再過去的話 從這裡在這邊再做一個切割 位置就在這個高點附近 那來到這個高點附近的話 你說這個所謂技術面的切割 切割一下 這個等距切割一下 就大概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就要挑戰這個位置 所以高盛 高盛目前把它調高到兩百 一旦外資只僅供參考而已 那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講 那麼奇怪 這個美國股市那個Tesla 在兩百六十五塊的時候 被高盛降到 所有的外資券商 都看往四百塊甚至更高 在那邊漲 那麼只有高盛說 他會到兩百塊再往上 只有高盛喔 獨牌中的會到兩百塊 他說因為這個 因為中美兩個是在貿易 所以Tesla它的特殊的醫術 他會先拉回再供上去 他的中美兩個也是四百 那果然啊 Tesla真的掉到兩百塊附近 真的跌破兩百 那麼在還沒有去調高 Tesla的平等之前 先回過來調高 F茂連到兩百一 那也是說這樣講好了 這個位置就是Tesla 兩百六十五塊的位置 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要調到兩百一的話 就把Tesla 看過高點才對啊 那很合理喔 這個架構大家一定要去組喔 好這個機會來了齁 好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檔股票 我覺得這個股票相當有機會 有沒有 IC設計的高價股 中高價股 我們今天花很多時間 包括升科啊等等之類的 我們禮拜一都要跟大家提到 但是我說 這個股票的機會真的來了 叫做群聯 新地再度寫下五年的新高 注意喔 注意喔 這新地財寶公司 所以我說長線他整理完了 好長的時間他整理完 注意喔 注意喔 好 我說過喔五月份啊 同志朋友你要打起精神來 給自己一個機會吧 給自己一個機會吧 這個五月份的行情大好 不要搓失了這個這麼好的機會 我們要學會 時間到到的時間 你就要改變 人家說啊 聽說聽說 不要去 不要再去分析什麼空啊 忽多忽空 沒有那種操作啦 沒有那麼操作 我剛才從國際股市的推論都跟你講 包括奢侈比銀指數高 美國股市即將再寫歷史新高 萬一今天晚上就寫下新高 歷史新高 你怎麼可以說他是多頭 要亂猜嘛 你只能猜什麼核四啊 什麼學運 那個沒有意義啦 我們一關過一關的做 一關過一關的做 好 跟他拚了 來趕快來跟我們預約 下一檔標馬股 馬上跟上來 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下一檔標馬股 好 馬上跟上來 謝謝邱老師為我們帶來最及時的分析 那下個星期一同一時間 與你再會 拜拜